自撞车祸现场 满目疮痍 满地都是车辆碎片 隔壁中药行老板娘 突然听到巨大的声响 一度以为是隔壁早餐店 发生气爆 看到他都这样子 潮在里面 60岁无姓驾驶开车前 喝了三瓶大雕药酒 不生酒粒 行经欺毒勇赴路 重置街口 看到前方有警车 一时心急 猛踩油门 不料失控 撞进了早餐店 事故现场 早餐店的铁卷门被撞坏 无限驾驶酒厕值高达1.42 还好骑楼柱子挡住了车辆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黄少铭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